大家好我是Ben 歡迎來到SuperMoto8的頻道 在我身旁 則是大家非常期待已久的KRV鏈條板 這一次他們也針對KRV 給他一個新的名字叫做KRVMoto 在2020年底發表之後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大魯哥 我騎下去之後 當下你知道就是覺得非常驚嘆 因為這PTM系統是過去 我們看到很多大洋有 但是從來沒有帶到小的樹殼塔上面 光陽開了這一槍 也因為如此 你看現在2022年 經歷這兩年 KRV都一直屬一個非常熱銷 年輕人非常喜愛的車款 這台車其實在前陣子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曾經推出Olinx的特試版 在很短暫的時間內也一消而空 今天終於加上了鏈條版本 但是他不只只是加了鏈條版本 他還有一些小地方進行了一些提升 首先我們帶大家看一下他的外觀 他的外觀基本上這次加上了MOTO這個字樣 其實他這個字樣有點像是 比如說TOYOTA他的GR車系 也或者是BMW的MPOWER的車系一樣 他代表的這個品牌 光陽品牌底下的一個比較有個性 性能導向車款的一個取向的設定值 所以未來如果你看到MOTO這字樣 有可能他就是代表這個等級底下的 一個性能極致的版本 所以這或許在未來 會不會有AK的MOTO版 或別的車款的MOTO版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觀察點 再來回歸到今天 你看到MOTO版他會有些特殊的圖案 比如說在車頭的部分 他拉了這個線條 這線條看起來就有點像是那種速度感的感覺 好像在衝刺的感受 我想他們的意涵就是代表的性能 代表的有速度的感受 這次KRV來到車側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不同於以往 他在這邊做了一個KRV MOTO的 一個大型的字樣的彩繪 讓他整體的車尾看起來更加的年輕化 因為我們今天借的這台車則是白色的版本 白色版本他也不同於以往 他做了很大面積的凸痛跳色處理 你看到他前面則是一個亮面的盾牌 然後側面則是用一個霧面的烤漆 直接貫穿到車的下方 你可以看到車尾的部分 他一樣也是在這邊做了一塊亮面的白色做處理 然後扶手的部分的一體成型到後面 但是他車子的車尾的部分 一樣用霧面的烤漆做處理 所以我們如果拉遠一點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他的整體車尾的短翹的感覺 營造的更加的強烈 你看整個車尾黑色之後 你會覺得車屁股 好像是一個非常短非常動感的設定 再來輪框部分 他這次也換上了一個霧面黑色的輪框 讓他整個車搭配了他車側的霧面 就有一種完全凸痛的感受 好他這次的凸痛配色 不同於我們看到的以往 只是做一些小變化 他這次非常大膽 把整個類似膠殼的霧面 佔了大部分的面積 這就讓我想起了我們試的一些 這種四輪的車款 Toyota跟Subaru 利用一個霧面的烤漆來營造出 我們過去可能覺得是防刮的材質 但是他變成車輛的裝飾的一部分 個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膽 看起來也非常創新的一個設計 雖然我們今天借出的這台車 它是白色版本 但是他們還有推出一個魔幻車 我記得最近我們好像試到非常多的車款 都是用照漆 我大概10年前 06年在玩車的時候 那個變色龍的烤漆 這一次KRV他也加入了這個顏色 讓一些年輕人 他如果想要一個特殊烤漆的樣式的話 可以選擇 好當然這次除了他換上鏈條之外 他整個車的一些細節部分 還做了一些調整跟優化 過去有方向燈的時候 他只有一個指示在中間 這一次他直接換上了左右都分離的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你現在是打左邊燈還是打右邊燈 這個等於是一個小小提醒加分的動作 再來上一代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有詬病的 就是曾經有發生過 我記得有個騎士 他經過一個大賣場的路口 因為他下面有個鐵片比較高 然後也可能因為他載的比較重 因為這卸油螺絲重擊到鐵片 所以導致卸油螺絲斷裂的情況發生 這一次光陽也非常的貼心 他直接把這個bug給抵掉了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這邊 直接加了一個塑膠的護蓋 所以今天如果你騎那種崎嶇的路面 你也不用擔心撞到什麼地面的東西 會毀壞你的卸油螺絲 這一點是相當貼心的一個進化 再來腳踏的部分 各位看過去的時候 只有飛旋踏板可以彈出來 這邊並沒有一個防滑 可以讓你踩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們要比較熱血的騎乘的話 我們通常會想要把腳往後踩 那時候你可能會沒有一個比較好施力的點 你可能要放飛旋踏板來踩 會比較適合 但是他今天做出了多了這個空間 讓你可以踩之後 其實你在熱血的時候 你夾住車身的騎乘 我覺得就非常好駕馭這台車 今天如果你後座載人 他如果懶的踢出飛旋踏板的話 他也可以直接踩上面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整體的左腳性 已經算是非常的不錯 最後當然我覺得大家最想要看的 就是他這次改上的鏈條版本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他們這次是直接換上RK的黃金鏈條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他給你的鏈條品質會不會不好 在我們這整個禮拜的試乘的情況下 我並不會聽到鏈條傳來的一些異音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他的運作品質 不需要太多的擔心 另外他們在後齒盤的部分 他們也做出了一個態色的處理 讓他整個後齒盤後搖臂PTN系統 整體營造出來的那種擋車的質感非常的濃郁 再來大家來看看 過去的時候我有講過 他的這個牌架雖然做的非常的短 但是他畢竟還是有牌架 這次他們也聽到了 他們直接把車尾完全鏤空 把大牌移到了車輪下面 採用了一個下土廚的設計 也因為這樣子你可以看到 車尾的部分疊形的 完全鏤空的感覺變得非常的俐落 現在新的版本 我從車尾後面看過去拍過去的感覺 就覺得整個車多了一點點的那種 我覺得有點科技科幻的感覺 土廚的部分大家可能會擔心 下土廚會噴水的情況發生 其實他整體的土廚做的是非常的長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他雖然有造型之外 他會影響到你生活使用上面的一些便利性 排氣管這邊我們還發現一些小特點 你看過去其實他這個尾蓋是一個銀色的式樣 但是他這一次直接換上 Olinx那個版本的黑色式樣 坦白說我覺得他這黑色式蓋 比起上一代來說 讓我看起來更加的順眼 那究竟換上鏈條版本 騎起來有沒有差別 我們今天從陽晶一路下來 然後北海還繞了一圈 坦白說我覺得他這一次的改變換上了鏈條 然後傳動部分做了一些調整 確實小小的改變 創造出這台車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個人認為他過去整體的PTM運作的品質 壓彎的那種貼彎性 我相信如果你是KRV車主 你應該會非常了解不需要多說 你知道一開始發表的時候 我們在大魯閣 那時候我再試下去 我第一時間的那個驚嘆 這個路感天啊 當時我覺得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Ben到底在自海什麼 但是我相信現在如果你是車主 你應該很了解我講的是什麼 也或者是你騎過KRV 跟其他的競品做比對之後 你就了解我講的是什麼 這樣會不會有點太燦丘的感覺 總而言之 PTM系統就跟過去一樣非常非常的稱職 我今天跑陽晶的幾個小彎 雕磚的小彎 他過的感覺就是非常像是切豆腐一樣 行雲流水 整個車尾會很像是四輪的後驅車一樣 灌油之後 他就帶著你快速的轉動你的車頭 這點是讓你覺得非常有擋車的爽感 好 再加上今天的傳動調整之後 過去第一批車的時候 大家有抱怨過 他給你的動力 因為畢竟他是KRV 真的比較偏向RV一點 但是這一次他把這個迷思給打破 他給你一個比較輕盈的感受 在他的傳動調教之後 我可以感受到 當你油門轉下去之後 他的起始轉速拉的比過去來的更高 整個車輛的動態 比起過去來的更加的輕快 同時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的聲浪聽起來格外的飽滿 好像是有一種小小偷改管的感覺 這個騎回去會不會有那種老婆會說 老公你怎麼買一台改管的車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的聲浪其實真的是蠻雄厚的 但我坦白講我個人覺得不吵 但是聽起來又有那種 有一點點那種大車的那種渾厚的感受 這是蠻好的一個調教 講講鏈條的部分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這邊幫他科普一下 鏈條的傳導效率大概損失 大概在1%到5%左右 但如果你今天是皮帶的話 他大概會落在10% 十幾%左右 所以今天不只只是傳動上面做了改變 加上鏈條的傳導效率變好之後 今天真的在很多跑小彎的部分 進彎之後出彎快速開油之後 他很快輕盈的感覺就帶出來 讓你很快把速度給提高 過去的KRV跟DRG比起來 他有一種比較這種碩大比較壯碩的感覺 騎起來也是比較穩重的感覺 但是這一次做了一些小小的調整之後 我覺得他往靈活往靈巧 刁鑽那邊再推了一些些 所以如果過去有你喜歡KRV這台車 但是你對他的動力可能不滿意 你喜歡再刁鑽一點 再靈活一點車款 我覺得今天的KRV鏈條版 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因為我們今天是預先試駕 然後他的售價還沒公佈 最終他的售價我們把他放在下面 大家來看一下KRV鏈條版的售價 然後會有這幾個顏色讓大家做選擇 好 最終我覺得這一次KRV鏈條版 雖然他算是一個小幅更成熟的版本的推出 並沒有大改 但是我可以看到他在很多小細節方面 用心的進化 讓他創造出一個更完善的產品給大家 同時這次他們MOTO系列的推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值得觀察 究竟未來會有哪些MOTO的產品問世 我覺得這個就值得大家繼續期待下去 再來畢竟他換上了鏈條版 除了傳導效率變好之外 多了一個可玩 就是你今天可以很快速的換掉你的鏈條 換掉你的齒盤 花非常早的錢 你就可以改變這整台車的騎乘感覺 你想要尾速型 你想要加速型 都可以快速的透過改齒盤改鏈條去搭乘 總而言之這一次的KRV MOTO 他就是一個更成熟 更有玩味的一個都會跑旅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一次的KRV鏈條版 做的一個介紹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MOTO8